本节目由贵州三大酱香品牌 贵州真秀赞助播出 贵州真秀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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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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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真秀赞助 贵州真秀赞助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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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赞助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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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赞助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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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州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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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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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州贵州 贵州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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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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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好啊 不愧是武安君 寡人终于可以灭赵了 二十万赵人 武安君说放就放了吗 赵人嘛 桀骜难训 死也不愿做秦人 不放又能如何 放回去 秦国就多了二十万劲敌 大王何时能够灭赵呢 总不能都杀了吧 杀想二十万 寡人就会成为天下的仇人 六官联合抗秦 秦国还怎么一统天下呢 六国当中赵人的战斗力最强 秦朝望明白灭了赵国统一天下 就只日可待 两年了 赵人死了一半 秦人也差不多 这场仗不能再打了 根据秦国的律法 这样大规模的俘虏如何处置 统帅不能擅自决定 必须上报秦王 只要让天下的人相信 沙霞并非大王之命 武安君承诺 再给他十万人 他攻下寒淡 放走赵人 赵人只会对武安君感恩戴德 如果再带走四十多万秦军 这天下还有什么事 武安君不敢做呢 月异乏旗的事 大王应该不会忘记吧 大王应该不会忘记吧 人心难测呀 人心难测呀 赵人不能放 大王也不能被杀祥之命 至于照顾 重伤的老虎 一只狗就可以咬死他 下诏 老虎 大王答应的粮食 应该在路上 二十万招人 一下子就多了二十万张嘴啊 粮食 最多吃十天 盯许摧 这是给人吃的吗 不吃了 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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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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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兄弟们 跟我说 友女 兄弟们 弟兄弟们 守墩 听我说 狗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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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你命了 土地什么时候放我们走 每天都在死人呢 赶紧放我们走 王命一来就放你们走 武安君 天下的人都在看着你 你是君子 君子 言而有信 不能让他拖子 皇后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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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上 玉良的车队掉头了 去了咸阳方向 谁的命令 大王令 大王不让放人 难道把赵人带回秦国吗 粮食只够吃三天了 咱秦人都吃不饱 怎么养活那些赵人呢 大王断了我们的粮食 就是不让带赵人回去 既不让放回赵国 又不能带到秦国 二十万兆人 怎么办呢 大王让军上决定 为秦国杀人 这是白起的命 白起一生都在杀人 在战场上杀人 天惊敌 可照人想了 战争已经结束了 There all will be 大王是要救我们少 led 生死者 净 是要救我们烧降 大王没说 大王不会说的 白琪答应过赵人 放他们回去 我们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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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去 照顾的兄弟们 我们要回家 团队会放我们走的 大家都会回家 都会回家 大头 我们会回家的 那我回得去 少人 吃完了这顿饭 就放你们回家 真的 放我们走 吃了这顿饭 就放你们走 要 要回家了 兄弟们 我们要回家了 等会儿 拿下 牛子 马里 dir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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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 小薇 停开 小薇 小薇 老弟 上车 大头 好 什么事 你们要做什么 我要进武安局 放我出去 你们要做什么 我要进武安局 来此一个数字 武当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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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 放了他们 放了 放了他们 诺 上 滚 使书记载 四十五万兆军 除了战死 以及二百四十名未成年者 其余都在投降后被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者们推测 学者们推测 至少二十万兆军俘虏被杀 在中国以及世界战争史上 如此规模的杀斧 非常罕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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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军 你不是说一只狗都可以咬死赵人吗 武安军 秦国就离不开武安军吗 军手 武安军 军手 军手 相邦在大门口等着呢 武安军手 进去了 胡安军手 鼓鼓鼓唇 大门说 你把我给你拿来 说 这 这 你看 这 相邦有何吩咐 大王想念五安君了 王林困在邯郸城下 已经三个月了 大王说 打仗还得靠五安君 攻下邯郸 五安君就等着封侯了 百季大兵在身 实在不能为大王效劳 五安君这是拒绝喽 长平之战后不到一年 秦昭王就调集大军 企图一举灭亡赵国 没有想到数十万秦军 连年累月也无法攻破赵国的都城邯郸 灭亡 还得五安君呢 二十万招人 白棋乍而抗制大王是知道的 赵人恨不得吃白棋的肉 喝白棋的血 白棋攻赵 赵人一定会拼命 灭了赵国 寡人答应你 从此一样天年 大王难道不明白吗 邯郸 白棋攻不下来 沙香二手啊 白棋已经不是人了 白棋已经不是人了 寡人了 寡人 一定要灭兆 公元前二百五十七年 魏国的信陵军切服旧赵 攻打邯郸的秦军被彻底击溃 白棋 何德何能 竟敢口出怨言 违抗亡命 秦军溃败之后 秦昭王赐死了白棋 罪名是 违抗亡命 我要 王命 白棋 确实该死 王命 与王命何干啊 白棋确实该死 与王命何干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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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